一輛白色轎車在路上執行卻頻頻踩煞車車速互快互慢 後方遠景見狀明暗喇叭示意停車 只見女子乖乖配合下車接受盤查 沒想到一查之下 轎車懸掛的車牌竟然是一面儀式車牌 來看一段當時畫面 這是你的車嗎 你的車牌叫什麼名字 你朋友給你的喔 這是車 哪個朋友給你的啊 你這個問題喔你知道嗎 我要查看看看這車有沒有 因為這個車牌是實際的 你知道嗎現在還知道 不好意思 這可能會移送喔 事發在25號晚上7點多高雄小港區 陳姓女子開車出門車速互快互慢 被遠景攔下 使用電腦查詢後 赫然發現轎車懸掛的車牌 是一面儀式半年的車牌 女子公稱今年6月把車借給家人 卻因為超速被吊扣車牌半年 但因為有工作需求需要開車 找了朋友幫忙在網路上買假車牌 企圖漁目混珠 但沒想到買來的車牌竟然是真的車牌 如今被警方打一個正著 女子貪圖一時方便如今孔面臨官司 後續也將被依法重辦